感谢我们的行政单位 那么最后一位 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主席那个我先请人上来再开始计时 好的 今天我有特别请那个台大3D实验宁的 首先我请台大总务长 郑富书先生 空委员所指定的各位人士请上台备训 还有台大实验领馆处的副处长梁志文 那你请 还有3D实验农场的厂长叶德明 然后我们先请那个高教师的黄师长 黄师长您也请上台备训 部长等一下再上来 好那么现在开始计时吗空委员 好开始 不知道你先听一下 本席在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 为什么要请3D实验农场过来 因为这个3D实验农场 这个从它的历史是这样 1937年 日之时期设立长指位移南投县仁爱乡山区 就是本席的老家了 1961年正式成立物色3D实验农场 1966年台大实验领馆处就近代管 1973年改称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 附设3D实验农场 2002年定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生物资研究农学院附设3D实验农场 它的总面积是1092公顷 海拔在900到2700公尺 总共分为三区 一个叫独乱区 春阳分场跟梅峰场 那我想请教一下 高师长 这个台大3D实验农场 它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台大3D实验农场目的是 台大的这个农学院的相关的师生 做一个教学研究跟学习的地方 好 这个研究的目的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吧 是 但是呢 在60年代的时候 刚才我讲的这个梅峰农场啊 曾经包给平地人农民啊 种植了一些100甲的高山高丽菜 是 那你们这个台大实验农场 到底是做教学实验呢 还是说你租给外面的包商 来包这个 来租这个台大实验农场的地 然后给他们种高丽菜呢 是 跟委员报告一下 委员所提到这个 在过去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就我们了解台大从82年开始 82年以后 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 呃 这个顾公开肯跟出租的这个状况 哈 82年以后才没有 是 但是为什么3D实验农场 成立到现在 你们教育部也管不到 台大也管不到 那我现在先问一下 那个3D实验农场的 那个处长有没有来 处长今天为什么不来 处长为什么不来 这哪一位 副处长吗 报告委员 我们是实验林 刚刚委员讲的是农场 农场的厂长 叶老师是有来 那我们的出长 王老师 因为他兼我们实验林的出场 他的学校还是要见课 刚好他排的课都是排在礼拜一 他今天全天都是要排课 那今天我等一下 我这个问题谁谁谁可以答复 我现在问啊 台大实验农场 你现在还没有租给租地的情形 还有没有 报告控委员现在没有 没有了吗 是 现在全部做教学的用途吗 是 确定 对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我们过去 我们原住民 我之前谈到一个一个case啊 一个叫王雅各先生 他配合行政院的政策 土地真话边的政策 只要合以土地真话边 我们原住民可以去申请 后来呢 当他一提出申请的时候 就被你们台大告到法院去 然后这个人呢 他的条件都符合 县政府相公所都支持他这样 因为这是行政院核定 核定的一个政策 让原住民能够去办理土地真话边 没有想到就被你们台大告 告到最高法院 告到最高法院 我现在不是提了吗 所以我当时就紧急提出来 请高教师这边 来设立一个实验农场 跟原住民纠纷的一个协调小组 但是市长 你上次跟我讲说 这个王雅各这个 这个这个案子啊 你们还是要告告到底 然后呃这个显示说 他过去是呃那个不是他开墾的 啊这个七十二年的航照图 是证明是你们台大开墾 不是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哈 在我们上次在二月开会的时候 是有提到就说 因为这个案子因为法院已经判决了嘛 但是当事人还是可以提出新的市政 让台大呃另外做一些处理嘛 后来那个王雅各先生 他也提出了一个七十二年的一个空照图哈 就是上次委员哈 这边在有开个协调会的时候 他有提出一个七十二年的空照图 但是据台大他们后续调资料 调阅资料的一个一个显示 就说七十二年的空照图呃可能因为后续 就是那那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台大是属于台大 他在开墾并不是王呃王雅各先生开墾 那现在他这个案子后来是后面要怎么怎么发展呢 是那我想你们还是还是要告告他 不是还是告我 这个案子其实是呃法院已经判决了 不是说还是要告他啦 因为现在法院已经判决 那台大现在是呃依法在处理做后续的程序啦 那呃那就说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说他王这个王雅各先生 他可以提出新的市政 当然台大这个依法在做另外一个处理啦 现在现在台大哦好像是一个山山不管地带 自己在搞自己的特别特别是3D实验林啊 这个农场自己搞自己的 第一个是以民争利 第二个呢跟原住民来兴送 第三个呢自己在搞自己的开发盈利 根本就没有在做什么教学研究 你们你们这个台大实验林啊 这个农场啊等于是一个独立王国你知道吗 制成一个利益的一个共生体啊 哦你们你们都很难去干预 然后呢违反这个原住民现在土地真化边的政策 你们对这个政策完全不了解 所以本习啊等一下讨论到第六案的时候啊 我要对台大啊就是被冻结的那个20亿 我要去继续冻结 台大的部分啊我继续冻结 好 这这真的是我我之前本习里次再三强调 你不能违背行政业的政策啊 然后你台大3D实验农场 自己搞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在这边啊这个特别针对我们台大3D实验农场啊 跟台大农学院啊台大要提出一个一个强烈的谴责啊 到处跟原住民来征送 现在我们原住民都不敢去登记啊 因为你一登记就被台大告了 被台大告 跟那个王雅各一样 告到最高法院 所以部长请你上来一下 好有请讲部长 所以刚才本习已经把台大3D实验农场 它的历史的过程啊 已经让部长知道 是 那我是希望部长能够跟台大啊 要针对这个这个案子啊 怎么样好好去处理 你不要让一个学校单位啊 跟原住民好像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 他在那边起十年了 你最后还是你 人家是照 延民会的 呃这个去办理土地真话边 刚好那个是在台大过去实验农场的周边了 顾委员我想这样子啊 我跟我们市长特别谈了好几次啊 因为事实上这些这些空灶图 或者太空窑册中心 其实都有过去的整个相关的使用的状况 从从可能六十几年就有啊 我们会去去进一步的去争取那些资讯 看一看呢 到底现在台大提到是说是他们在做开墾 然后王雅哥那边是说是他做开墾 这部分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做确认啊 好不好 至少至少让他还原他的现实的事实的状况 我们再来协助做进一步的处理 还有今天那个实验领馆处的那个处长 那个王雅南啊 你是 教授 教授他他都没有来 是刚刚讲了他可能上课嘛 上课上课是到底立法院哪一个重要 我想其实应该是上课是他的他的他是教授上课是第一药物吧 应该是这样子 他上课他但是他兼3D实验农场的处长啊 是他今天他农场这个是这个要负责的嘛 所以有副处长来尽量能够把事情讲清楚如果确实还有不足 我们可以再请他再把它再用书面的方式把它表达清楚 好那我想说最后再再给一分钟的时间哈 我问一下那个是我们那个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台大我们将来原住民哈哪个可以来来说明将来原住民如果照原住民的土地真话边来办理登记的话他认为他符合资格 那下一次我们台大怎么处理你还是要继续告他吗 刚开始提出来你就告他告到法院前 来你们你们讲什么土地共管机制 你们你们到底有什么什么土地共管机制 报告委员那如果他们是符合这个真话边的办法的话 我们还是依法办理还是会统一他去办理 你们应该要协助嘛 要协助啊 你应该说台大是跟这个我们三地乡原住民就像你们从一九一九三几年就在那里 应该协助原住民来来来这个争取啊 所以你们台台大实验农场 自外以后原住民的整个土地真话边政策 对原住民的政策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当时就就就就建议说教育部跟研民会 你应该去让他们这些在做研究的人啊 完全搞不清楚我们现在政策的变迁 这个所以这个 我会做个最后的说明好不好 就是跟委员报告一下上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有讨论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现在台大因为他是土地管理机关 所以他可以有准博权啊 但是现在也发生这个问题就是说 公所的认定跟台大认定可能跟原民会认定不一致 所以我们也正式行为给原住民希望说未来有一个 第一个让这些原住民如果因为被否决的话 他可以有一个申诉的机会 第二个由原民会如果说有争执的话 是不是可以由原民会最后做最后的认定 这个部分我们有正式行为给原民会 谢谢 好那我想那个教育部这边跟原民会积极协调好不好 你不要等那个原民会这边说啊 你们你们我们会打破这个cycle啦 让他不至于说好像一直不能决定啦 至少我们要让他这个事情能够最后不是停着来来去去之间 能够让他打破这个不好的cycle 能够让他最后能够有所解决啦 谢谢 好谢谢